馬上就要過年了 結果根據統計 居然有9成4的上班族 都考慮說年後要轉職 其中一個原因 居然是因為薪水 的確 小碧亞 剛剛看到了 早餐店都要漲價了 我們的薪資漲幅 好像也被這高物價給吃掉了吧 沒錯 大家會覺得 好唱很多的公司 年中領得不錯 甚至都有說 今年一定要給員工加薪 但我覺得這走得 有點像是一個K字 也就是好得越好 壞得越壞 不知道你是屬於哪一塊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做分享 因為根據主計處 最新公佈的 這個實質經常性的薪資 去年前11個月 的確每個人每個月 領到的平均金額 是41,391塊錢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年減0.05% 聽起來似乎不多 但這代表的意義 它是近5年來 首次的薪資負成長 主計處就是公佈了 他們分析認為 以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物價上漲的幅度 的確是超過薪資的漲幅 所以除了物價變貴 民眾的薪資跟不上之外 也接連的影響到 大家實質上面的購買力 受到侵蝕 其實去年七個月當中 物價指數突破2%的警戒線 就有七個月 那平均的年增率呢 雖然沒有來到2%的警戒線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 事實上很多的小吃店 連鎖店接連的調漲 對於大家的薪水的那個荷包 感覺上是越來越薄了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也就是有賺錢的公司 的確它在福利上面 幫員工做加薪 但是如果像是一些餐飲 甚至是被這個通膨壓力 壓得喘不過氣的一些 沒有賺錢的公司 的確它就沒有辦法反映 實質的一些獲利 在員工的薪水上面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觀察 大家如果想要在年後轉職的話 不知道準備好了嗎 根據人類銀行的統計 今年有高達9成4 上班族想要在年後來跳槽 其中這9成4裡面 有7成的人已經正在找工作了 最主要是第一不滿薪水 第二個可能公司 沒有任何的升遷機會 再來看不到前景 福利不好 甚至是沒有發揮的空間 這些都是員工想要轉職的原因 那你想要跳去哪裡呢 年終獎金發得好不好 就非常有吸引力了 我們知道之前 以船船來說 長榮 海運的長榮 它是首度登上了 船船裡面的第一名 為什麼 因為發40個月的年終獎金 真的是限下所有的上班族 那如果以高科技的部分 當然第一名 大家最想去的夢幻產業 夢幻公司 還是在護國神山台積電的部分 再來包含像是中華電信 紅海還有聯發科都有入榜 那其中台積電已經是八連罷了 另外如果以金融產業的話 第一名大家最想去的是富邦 再來是國泰金中信金 還有玉山金 而年終又有一家傳產 限煞旁人是什麼 就是台速四保的部分了 去年獲利衝上新高 去年一整年賺了多少 2403億 所以公司要跟員工來共享 這個獲利的果實 公司拍板要發出7個月的 本新年終獎金 預估今年第一季的營運狀況 是估得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預計3月開始 這個傳統旺季會到來 再加上上半年的油價 公司預測這個油價會從高點回落 民眾其實也希望 這個原料價格走低 對於今年的通膨壓力 相關的物價不要太過的劇烈